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讨论。福特先生,欢迎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能上您的节目。 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中国的历史与外交政策》。 在这本书里,您谈到中国的历史和思想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产生着影响。 那您能谈一下在中国的这些历史遗产和传统的思维当中,有哪些内容在影响着中国今天的外交政策?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在我的这个书里头要点出的一点,就是这个时间的一贯性, 也就是呢,这个儒家的这么一种理念,也就是呢,这个政权呢,它是怎么运营的,或者是运行的, 而且呢,在这个全球的体系里头,它是怎么运营的。 我觉得,也就是说呀,从他这个儒家的经典范例来说呢, 这个权利呢,首先是以德福人,是从道德的这个高度来获取这个政权的, 那么,那么,也就是因此呢,你获得了这个政权, 那么,所以,那么也就是说,它呢,没有所谓这个自然的这个边界,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呢,它的这么一些不同的这些这个权力的这个核心啊, 在围绕着它的这个这个中心来运转,而它这个作为权力的核心本身呢, 是没有这个界限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么一种大的规范呢, 跟这个西方的这个体系呢,是非常不同的, 可以说是截然这个不同的,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么一种, 这个理念更多的呢,是一个等级, 也就是说呢,它认为呢, 是一个这个一个等级, 它呢,是首先是一个权力的这个中心, 那么这个权力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主宰呢, 然后,就慢慢的就给下一个这个, 这么加一个这个级别这个放权啊, 是这么一种这个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结构或者是理念呢, 更多的呢,是纵向的,而不是这个横向的, 我呢,想在我的书中阐明的一点, 就是呢,这么一种古老的这个理念, 或者是这么一个这个哲学, 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也就是说, 所以说到这么一种啊, 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权, 认为呢,它呢,有一种平等的这么一种这个分权, 或者是这么一种这个平行的这个权力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直接影响了啊, 这个政治啊,经济啊,等等啊, 这个之间呢,是有些冲突的, 那么很明显, 呃, 那么有一些呢, 没有得到很大的这个重视的是, 我刚才说的一点, 另外呢, 是从啊, 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呃, 如果这两个非常对这个权力或者是理念呢, 非常截然不同的这么一种啊, 啊,这个阵营呢,就相遇的这个时候, 那么,那么比如说, 那么这个政权之间的这个平等, 怎么能够这个共处啊, 是怎么解决这么一种这个矛盾呢, 我并不是说啊, 这个是从只是纯帝国的这个啊, 解释, 但是呢, 的确呢, 是要求别的一些这个主权呢, 可以说是来朝贡啊, 或者是一个啊, 就是, 那么这一种不同的, 截然相反的这么一种这个看法呢,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 那就得到这个冲突呢, 得到的最高最高峰, 啊, 那么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啊, 这个故事的。 那么,呃, 中国和其他国家这些这个差异啊, 对于中国这个近代或者和现代这个外交政策, 有些什么影响呢? 非常有意思, 因为其实啊, 在这个学术上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研究啊, 这个啊, 所谓啊, 这个这个中国的啊, 这么一些这个学者呢, 有啊, 不同的这个想法,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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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呢, 对他有他他这个一贯性啊, 但是呢, 他不一定的跟现代中国, 现代中国的一些作为呢, 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有延续的, 但是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呢, 历史的连贯性呢, 延续至今啊, 也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在历史上怎么看待自己呢, 他将会在以后怎么看待自己, 或者是有这个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作为, 呃, 我并不认为呢, 这个因为有这个历史, 他就注定了你将来就会沿着这个这个轨迹, 啊, 我觉得呢, 第一, 但是历史毕竟是一个必然的这个条件, 那么当啊, 这个呃, 不同的这个国家面对这个这个崛起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要这个世界中国呢, 要成为一个这个世界强国的时候, 他是会怎么做的, 而是不是从历史里头能够借鉴他未来的一些这个表现呢, 这当然要看中国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 他在这个世界, 他的世界观如何, 认为在世界的这个定位如何, 那么, 那么所以呢, 那到目前我们必须得在这个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这么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这个要素, 比如说好像儒家, 儒家呢, 是以德, 以德治国, 以德福的,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共产党, 呃, 这个掌权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 他呢, 也着重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这个纯道的这个纯, 这个所谓纯, 但是他跟这个儒家的这个道德呢, 其实是, 而不是一回事, 那么, 所以这个呢, 更多的是可以说是一个, 他甚至认为呢, 要输出革命啊, 因为呢, 要这个, 全世界要进行一场这个革命, 那么, 但是呢, 从道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所谓道德的这么一个这个重要性, 问题就是对于21世纪的这么一个这个中国对对元政治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呃, 那么, 看来呢, 是中国呢, 还是不是呢, 还是受到这个儒家的这个, 呃, 哲学的这个影响呢, 这个其实呢, 未知之数啊, 这个也, 我也在书里头呢, 说得很清楚, 呃,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要重返, 啊, 这个所谓大国的地位, 他认为呢, 他与生俱来就因为是一个大国, 呃,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其实他呢, 是深入人心的, 呃, 那么, 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别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呢, 是能够跟他这个平等的呢, 呃, 那么, 也就是说, 呃, 也就是说呢, 他是不是从这个, 从还是从传统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呢, 这个其实啊, 是很复杂的, 中国自己可能也不一定很清楚, 这个当然呢, 是也涉及啊, 不断的这个辩论, 还有这个不断的这个发展,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呢, 中国是呃, 有这两种选择的, 我呢, 是要强调这种选择, 好, 看来已经有一些, 可能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啊, 可能已经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电话啊, 听众和观众朋友,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江天,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历史与外交政策, 那么我们呢, 邀请的嘉宾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技术与全球安全中心主任福特先生, 那么您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 就向我们的嘉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我们的电话号码呢, 是10810, 然后拨8668375161,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 您可能需要先拨108710, 然后拨8668375161, 此外,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您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